《 Gur Lick追can》 《 Independence congee re re Universitat declarations generalと思います》 大快 大余 2000 高y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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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yalho 高y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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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穿不穿不穿不穿 穿不穿不穿 好难啊 这什么 这 这什么 这什么 我觉得武安特别优秀的 你怎么回事 赵老师 你怎么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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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老师 我啊 就是看到这帮学生就觉得 年轻人真好 我觉得我挺年轻的呀 那倒也是 方老师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 方老师你有男朋友吗 男朋友 我这每天上学的时候 得陪他们上课 好不容易有个周末吧 你看 被拉过来拉练了 你觉得我有时间谈恋爱吗 那 方老师喜欢什么类型的呀 我 我是想问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什么男生 我喜欢什么类型的 这我正还没想过呀 我觉得 这个看感觉吧 那我 我不喜欢什么类型的 我当然很明确 那你不喜欢什么类型的呀 我不喜欢每天穿运动装的 夏天拜拜 拜拜 拜拜 教官 拜拜 拜拜 教官 拜拜 回去少让你们方老师生气啊 好 方老师 有空长回来看看 好 好 谢谢你这天的照顾 吴教官 跟我客气怎么样 方老师 哎 待会儿我给你们车走吧 行 不 赵老师 吴教官 给你添麻烦了 不麻烦 有空长回来玩 有空长回来玩 一言为定 走吧 回见 拜拜 怎么样 方老师 我觉得 你还是穿运动衫吧 不帅吗 我吃着 看来这次拉恋爱 真是给他们累着了 我都睡了 是啊 房老师 这 真的不帅吗 什么 真的 还行 是吧 我也觉得还行 挑了半天呢 那个时候的我们 未来遥远的像没有形状 每天的烦恼 只剩下作业和身边的人 即使头一天争吵到面红耳赤 也能在几句道歉中重归于好 或许 这就是少年的特权吧 同学们 咱们班这次体测的成绩出来了 这次体测呢 大家进步都非常地明显 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及格了 证明咱们上一次的拉链 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 大家都非常不错啊 所以说呢 平时还是要在学习之余 注意锻炼 好吧 好 程路遥 林东 你们两个区下老师办公室 郭老师找 徐梦宇 你上来把这个成绩单贴一下 好 这这贴那儿就行 我说一下啊 虽然咱们班这次及格的同学有很多 可是还有一部分同学是不及格的 老师还是希望在学习之余 你们可以多多运动 多多锻炼 好吧 好 行 那你们一会儿自己看一下成绩单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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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找我了吗 郭老师 郭老师好 这次全国物理大赛 学校决定 让你们两个代表学校去京师参赛 这次的成绩不光是关你们的前途 也代表咱们学校的荣誉 到时候我和方老师带队 你们要好好发挥 加油 放心吧 郭老师 到时候我肯定好好考 郭老师 没什么事我就签回班里了 别急 你们比赛结束的那几天啊 正好是京大开放日 到时候有杨教授的讲座 你们有兴趣 可以去听听 这些天呢 物理教室为你们开放 有什么问题 你们可以随时来找我 你们知不知道 郭老师找林冬和陈柳阳 是不是叫他们代表全校 参加全国物理竞赛啊 这还能有什么悬念啊 肯定是呗 一般参加这种比赛 拿了名次 高考是可以加分的 加分啊 对啊 你说说都已经是学神了还加分 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怎么办呀 对啊 不过第一名好像只有一位 那估计这是林冬了 陈柳阳也太可怜了吧 只要有林冬在 他永远都是千年老二 陈柳阳 陈柳阳 那个是吗 好像是啊 反正都是代表学校出战 不分一二 对对对 不分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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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分一二 走走走 五个小时 走走走走 来 走 你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啊 我 我 哎 姑娘找你干嘛去了 得是说让我参加全国的物理竞赛 哦 京大开放日 林冬 你要去京大开放日啊 这 什么日子啊 好玩吧 就是京大为了招生 会举办为期一周的开放日 听说他们美术系每年都会举办画展 我也好想去啊 想去我们就去呗 我要备赛不一定有时间 也是 而且这个开放日特别火 虽然他们每年会定期发放门票 但是慕名而去的人真的太多了 可谓是一票难求 嗯 还有门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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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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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良 你怎么了 秦天 我 我没事啊 我看你脸色有点不太好 好 是不是因为最近要准备物理竞赛 没休息好 确实有点压力 但没关系 你不用担心我 吃颗棒棒糖吧 我每次压力大的时候 就吃棒棒糖 觉得世界都美好了 谢谢 不用谢 没有什么是一根棒棒糖解决不了的事情 如果有就两根 我觉得有点不错 就说你这个人 真的 对 对 对 我只是在心弗里都练 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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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事 再见 朋友们再见 嗨 嗨 我们一起去食堂吧 走吧 我不去了 不吃饭怎么行啊 人是铁饭是钢 你这要下去 我没胃口 你们先去吧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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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已经进入了变态模式了 我们这些烦恃是理解不了的 咱们先去吃吧 给他带饭 走了 给他带饭 好了 好了 走了 天哪 你看昨天热搜视频没有 价格真的太帅了 那小鸣鸣太帅了 我看见我的心都要化 对呀 对呀 我可以转移 这是 走后快点 打球去 都很浮沉 你都 ineff灯了 还有小鸣鸣 是有点兀子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大家好好消化一下 小课 起立 老师再见 小课 不行不行 跟他在一起做题太压抑了 林东你... 你知不知道专家说过 如果不好好吃饭是会影响智力 如果你想考第一就必须要吃饭 转家还说过不能喝开水呢 为什么 因为汤嘴 你别跟我抬杠啊 反正现在你必须跟我吃了 你不想吃 你不想吃 你不想吃啊 好看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所以一定要好好吃饭 嗯 嗯 嗯 我造型好 快点给我 嗯 做题归做题 你不能费血忘食啊 嗯 你得一会儿吃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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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次啊 嗯 班长 你怎么还没回家啊 干嘛 还有糖吗 还有糖吗 就剩一颗了 不过看你这么可怜 就给你啦 班长 怕是说你最近到底怎么了 其實没什么事 这个送给你 晴天娃娃 见到她 就如见到夏晴天 可是这是你的 她会代替我赐给你力量的 物理竞赛加油 谢谢 立东 立东跑了 怎么了 怎么了 蓝静慧 不是 你慢慢说蓝静慧怎么了 蓝静慧她在下回跟人起冲突了 哪儿呢 对不起 灵灯 我跟你说谎了 不是 我还有头提妹子玩 来都来了 别走了 蓝静慧 不是 小花你怎么跟她学坏了呀 你别怪她 这是我的主意 坐下 坐下 好 这不是看你这几天没日没夜的学习太辛苦了吗 人都饿瘦了 特意为你准备的补脑全席 明天你知道去京市吗 这一顿就当哥给你送行了 哥 你这个辈分是不是有点乱啊 哎呀差不多啊 而且乙行补行 看上我特地为你点的这个 清汤猪脑 蛋炒猪脑 红烧猪脑 水煮猪脑 碳烤猪脑 好 还有水煮鱼 那正好 你更得多吃点 一行不行 来 谢谢你啊 我谢谢你啊 嗯 哎呀 是我呀 老师 对不起 赵老师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你 你怎么来了 郭老师呢 我跟你们一块去京市啊 郭老师临时家里有事 主人就派我来了 刚刚真的对不起啊 没事 那要不咱先去换高铁票 好 好 那走吧 方老师的身手真是太好了 嗨 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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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 我们当然是要去京市玩儿了 这不 回一场价吧 正好我徒弟没有去过京市 然后呢 我想带她去见街市面 对不对 对对对 你呢 景天 你怎么来了 我当然是要去京市参加美式街 打卡所有的网红店了 给你 哇 谢谢今天 京大物理享受 杨教授 怎么了 没什么 我说看你一直拿着我看一眼 你不会对这个感兴趣吧 没什么看 我就随便看吧 林东 汪老师 汪老师 赵老师 你们还怎么来了 你们还怎么来了 我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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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我们 我们去街市玩儿 没有 你们咱都去玩儿啊 对对对 那你们出去玩儿家长知道吗 知道 不仅知道而且安排还特别妥当 什么都管了 走吧 如果我们再不去的话时间来不及了 行 我跟你们说啊 你去玩儿可以啊 但有一点我得给你们说清楚 去了以后别捣乱 一旦我发现你们几个捣乱 我立马给你们遣返回来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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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 随便去了 快 时间不够了 快 时间不够了 怎么样 偶入穹顶 生态大行 有没有觉得进到这里 空气就变了清新的些许 是挺清新的 就是有点冷 是吗 哇 你们看这还有两只孔雀 好好看啊 真的 杨俊卉 嗯 这就是你说 你给我们安排的酒店啊 没错 是不是非常好 不怎么样 首先第一我是来出差的 他们俩是来备考的 就只有你们三个人 是轻装上阵 过来旅游的 爸 住这么好的酒店 你觉得合适吗 再说了 我们也没有这个预算 方老师 方老师 我明白了 我知道 但是这家京市的酒店 跟我爸有着非常密切的商务来往 我们能拿到的价格是 低于团欧家的最低价格 跟普通的这个经济啊 快捷链锁酒店 没什么区别 而且其次呢 想必二位数学天才 物理天才已经相当地劳累了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这样 安静优雅的地方来休息 你说对不对 对啊对啊 方老师 咱们就住这儿吧 咱们就住这儿吧 嗯 你确定不超预算 一分不超 我愁话说前面啊 我既然把你们带出来了 我就得对你们负责任 必须得随时跟我保持联系 让我知道你们的行踪 没问题 还有晚上八点钟之前 必须回酒店 听见没 另外 这次呢我们主要是来陪 林东和陈璐阳备考的 所以为了给他们提供 一个安静的备考环境 没有我的允许 你们 不许靠近陈璐阳和林东房间半步 听见了吗 尤其是你 蓝静辉 没问题 嗯 我们先去办理入住 走 太开心了 走 走 跳 太开心了 刚才你去做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好 与好未来也一起唱 吹梦如香 等到等到 这也太可爱了吧 你不觉得这个很像你吗 我吗 像一个 你说是一模一样 是吗 特像 这不林大大意思吗 你看你一说还真是 我像回未来远方 你这点是模仿到的精髓 是吗 是吗 是不是 马一鸣 马一鸣 太像了 南京灰 是你吧 一模一样 是吗 模仿一下 真的是 我有这样吗 你就是这样 干嘛就不像好不好 太像了 南京灰本辉 那哪个是我呀 你们都有了 我觉得这个就挺像你 对 这个像 我有这么可爱吗 有 有 是吗 吵死了 怎么这么吵啊 晚上跳就算了 白天还要跳 烦死 这都几点了 她怎么还不来 怎么比我们两个女孩都慢 她是不是睡过头了 我给她打个电话 来了来了 来晚了 你怎么才下来呀 七晚了 昨天咱们不是回来得挺早的吗 你怎么看起来还是这么困啊 昨晚童小打游戏来着 现在她真的很上头 扳人马非常难打 听不懂 那快走吧 再晚吃不了早饭了 走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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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老师 你说咱是不是买的有点多呀 不吃得了吗 不多呀 都是些菜呀 而且他们俩不是马上要考试了吗 这以前都是吃的外卖 重油重盐的 所以我这不是多买点菜 想着晚上亲自下厨 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吗 我看来缺点什么 你怎么了 感冒了 我估计是这个 酒店空调开得太大了 要着凉 来 感冒药给你 你回去赶紧吃了 谢谢冯老师 这么关心我 我不是关心你 这不是现在是关键时刻吗 别把这个感冒 传染给林冬跟程如阳了 你放心 肯定不会的 行 对了 我还得再去买点排骨 你等我一下 我去 你等我一下啊 那行 要小排啊 好嘞 反正 小姑娘 你这是买菜做饭吗 对 阿姨 看来你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姑娘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高中老师 我当老师好啊 阿姨家有个儿子 个高腿长 人也长得很帅 结果不是工作太忙了 现在没找对象 要不你们两个认识认识 你嫁我 扫我 走吧 孩子们还在家里等着呢 不会吧 姑娘 你看起来年纪轻轻 怎么会有孩子 我 阿姨 阿姨 她嫌小 我们都五个孩子了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再见啊 阿姨 走吧 你可真敢说 不是 怎么就五个孩子了 两个在备考呢 另外三个去玩了 这不五个吗 我这也是集中生日 给你解围呢嘛 那万一我想认识人家呢 那什么 篮球会他们呢 我今儿一天没看见他们了 给你打电话了吗 没有 你赶紧给他们打个电话 你放心 肯定丢不了 行 行 不许跟着儿子 正玩的嗨呢 我来 我来 行 那个你记得带我给他们打电话 让他们晚上回来吃饭啊 我先 太晚了 汤来喽 来了 来了 这是你们方老师建酒店厨房 亲自下厨做的 吃点吃啊 明天好好烤 好 谢谢方老师 谢谢方老师 来 谢谢方老师 我看你们啊 最近都没怎么好好吃饭 来 赶紧吃啊 我这几天吃得还不错啊 谢谢方老师每天的夜宵啊 夜宵 我吗 我没有给你每天送夜宵啊 方老师 方老师 小花 今天 快来坐下 方老师 这些都是你做的呀 看起来好好吃啊 快 赶快吃一点 谢谢 谢谢 对了 怎么就你们俩回来了 蓝俊辉呢 嗯 他没回来吗 他说有事先回酒店了 就提前走了 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嗯 吃啊 你先吃吧 方老师 你做的菜太好吃了 是啊 嗯 那以后 你想吃饭的就到方老师家来 方老师做给你吃 嗯 多吃点啊 嗯 嗯 你们俩吃饱了吗 嗯 行 那你们今天就早点回去休息 晚上别复习太晚了 明天就要考试了 老师希望你们能够考一个好的成绩 那你们快回去吧 嗯 我再吃一会儿 那你多吃一点今天 嗯 去吧 嗯 老师再见 拜拜 拜拜 好好休息啊 谢谢老师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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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点休息 今天你平时都喜欢吃什么菜啊 我 没有不喜欢吃的 你打个电话怎么打那么久啊 我刚去房间找他了 没在 我去酒店楼下转了一圈也没有 这小子去哪儿了 这电话也不接 电话给我回来打 行 我就知道这小子出来肯定不会给我省声音 他这两天有什么异样没有啊 好像 没有 没有 我倒觉得他有点不对劲 他走之前说什么 他就说他先回酒店 电话也关机了 这样 你们俩接着吃 吃完以后去房间等着 要是兰静辉回来的话 你们赶紧通知我 好 正云 你别打电话了 咱俩出去找 走 我们俩先走了啊 嗯 他回来一定赶紧通知我啊 好 好 秦天 咱们也别吃了 我们赶紧回房间 万一兰静辉回回来了 我们好通知方老师 嗯嗯嗯 走 怎么还不回来啊 小花 小花 秦天 嗯 你们在这儿干嘛啊 我们 没干什么呀 我们就是在闲聊 哦 我们就是太无聊了 在这儿溜弯 安静辉呢 他还没回来 他去买东西了吧 应该 嗯 他买什么东西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他去哪儿买东西了 去去去 我去找他 蓝静辉他 不见了 什么 啊 特意为你准备的补脑全息 清汤猪脑 蛋炒猪脑 红烧猪脑 水煮猪脑 碳烤猪脑 好 这个老花劲儿太大了吧 好 呆子不会中招吧 我说你吃完饭肚子有没有事啊 没事啊 没事啊 没事就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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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全部吃光 我全部都打死精神了啊 一会儿准备考试 老师 我肚子疼得厉害 我想要去到厕所啊 我会跟当初那个鲤鱼一样吗 隔天发送 喂 徒弟啊 对对对对对 我有一件十万火箭的事情 立报通知你 感谢观看